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阳对看 隔阳聊天 通过互联网 我今天问一个 怎么说呢 是有点专业学生经常问的问题 专业学生 对就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经常老师会说 你这个画 画得还不到位 那这个什么是到位呢 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学生都有这个困惑 一说这个词的时候 所有人都懵掉 怎么叫到位 很抽象 我在当年学习艺术读物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时候 把老师上课教我们画画的画就改革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当学生询问老师 老师批评你的画还不够好的时候 老师的第一个回答是你的感觉不对 感觉不对 我当时被批评感觉不对 那么我就一直在困惑什么叫感觉对 一时就问 老师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想了一下回答我 要大胆的尝试 什么感觉是对的什么感觉是不对的 什么感觉才是符合审美要求的 或者说是符合这个学习艺术的要求的 什么感觉不是的 大胆尝试 往上尝试 往下尝试 往左尝试 往右尝试 尝试尝试的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怎么样的尝试才是可取的呢 老师就问老师 老师说要到位 对 感觉要到位 尝试要到位 对不对 你想想什么叫到位呢 老师说 到位 拼感觉 后来发现这都会 第一个叫拼感觉 第一个叫大胆的尝试 第三个叫到位 那说到位呢 到位就拼感觉 幻想起小时候 熟悉的一首儿歌 从前有个洞 洞里有一个和尚 从前有座山山的 洞里有一个和尚写文章 那写什么 写从前有座山山的 洞里有一个和尚写文章 所以这个问题 因为老师常常用这样的一些概念来 回答学生的疑惑 学生产生的疑问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 因为这种回答说明了 这个老师是经验式的回答 经验式的回答就不知可否了 而且今天当代艺术 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的时候 学习艺术也问了很多困惑 我们以前还比较保守的时候 那么学画画老师就会说一些很具体的意见 比如说你这个造型不准确 当然造型不准确有很多原因是吧 比如说画人的时候说你的结构不了解 画这个罐子的时候说你的这个瓶子放在空间中的透视的位置 没辨别出来 但是今天的学生就会回答 我的爱好就不准确的事 不准的先生有才气 的确是 这个人画的很准确是不是有才气 这问题很麻烦 他人画的不准当你说我是有才气 好像你也不能反驳 如果说你说画色彩 老师说你这个色彩关系不对 我们讲学色彩要学色彩关系 第一块颜色无所谈好 第二块颜色就很重要 因为它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和第一块颜色形成一个对比 那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恰当的呢 这当然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如果学生回答说 我现在就想色彩关系不对 为什么老师对了 从艺术角度这个反驳也有道理 它的风格就是色彩关系不对 而且从艺术上来看我们发现 已经曾经讲过的趣味就是钟摆 造型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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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照片一样 比较精细 比较精确 然后就很回来 到坏画到不会画画到自着到涂抹 然后就回来 色彩也是要色彩关系 正确正确正确就跟照片一样 跟彩的照片一样 你的眼睛在照片一样 很不过瘾 要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的方式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叫反叛 说的具体的就是从前认为是对的 要反过来 所以我要画色彩关系不对的 这个老师就不好笑 所以到位也是这个问题 什么到位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 我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啊 其实艺术首先是一种知识 所谓知识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读作品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时代 的确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风格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它有不同的风格和趣味的体现 它们都呈现在艺术品里 那么我们去熟读这些艺术作品 反过来这艺术作品 当中的一些趣味 一些气息 它就会影响你 甚至会 左右你 或者说形成你的趣味 这就是我把它叫做趣味边界 就每一代人 它的趣味 其实都在相当程度上 取决于它的成长过程 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 我在中国碰到年轻学生 毫无疑问 他们的背景都是卡通 但是其实还有具体区分的 比如说八年后的背景 可能是宫崎骏 今天零年后的可能就完全不是 这样的话 当一个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们要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老师其实自己所形成的趣味 和这个学生成长中所形成的趣味 其实是有差距的 那么呢 老师当然要教你艺术 但是艺术跟趣味未先挂钩 就是老师就实际上 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当中 把他的趣味灌输给学生 这样就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学生接受了 学生就慢慢变成老师 或者变成老师那种趣味 学生不接受 那么学生坚持自己的趣味 而学生所形成的趣味 和老师已经定性的趣味之间 有冲突 有差距 怎么办呢 聪明的老师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但他可能也不能完全清晰的 讲清楚 所以他就要用一个 暧昧的 正确的 大而如荡的 永远不能挑出毛病的一个概念 叫你不到位 你不到位 所以我要谈一下说 当一个老师说你的话还不到位的时候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谈成废话 不需要听的 当然这里面很辅答 就是讲到具体的作品的时候 如果老师如果是凭经验来这样讲 当然有问题 但是你也得承认 一个对于艺术史 比如说以我为例 对于艺术史或者对艺术作品 有比较丰富的阅读的经验 对于艺术史形成的不同趣味的演变 曾经有相当程度的把握 那么我在讲一个趣味的时候 我的可靠性 或者说我靠谱 应该超过学生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我跟曾经曾经谈过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某种社会趣味的存在 我愿意用时代趣味这个概念 因为时代趣味这个概念 很容易引申出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都不能超越时代趣味 其实我们当然不能超越时代趣味 好像黑客所说的这个时代精神 而我对这个词是比较怀疑的 所以我愿意用社会趣味 就是说某种意义上 特别是对于做设计的人 他们更加关心社会趣味 那么这个社会趣味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社会趣味 指的是社会需求的公约素 或者说设计也好 艺术也好 它本身有一个历史 历史呈现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趣味变化 趣味变化像周期一样这样的变化 在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如果学习你越了解 那么你就会越意识到一个问题的存在 就是说你不能以自己在青少年时代 在刚刚开始学习艺术时候 所接受的 所熟悉的那种趣味 个人的小趣味 放大为社会趣味 我不是要告诉你 什么趣味是对的 什么趣味是不对的 我其他趣味的公样化 但是作为艺术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一定要告诉你趣味变化的过程 你做艺术的时候 当你考虑到社会受众 考虑到你的这个被接受程度的时候 你的的确确是要对社会趣味 做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的了解 不是要你盲目地跟从社会趣味 而是要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和学习 把自己从自己个人的小趣味当中解放出来 进入一个更主流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这个趣味更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成功的艺术家 或者那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包括设计家 他们对于社会趣味 都有一种非常精彩的 把握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大师的话 实际上你就会知道 他在引领社会区域 他在推动社会区域 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讲 这个人很厉害 开中立派 开中立派的意思就是 它导致了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趣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包含有知识性的内容 当我们简单说到位或者不到位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一无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验化的用途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要多看所谓的大师的作品名作 从中去参透是吧 要研读 通过对艺术史的重要作品的研读 来寻找体会和认识 一个趣味变化的轨迹 同时要让自己从自己的个人的狭小的趣味中走出来 然后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寻找到一个具有社会效应的或者说具有更大格局的一种方向 真正的重要的艺术家 其实在这些问题上对我非常精彩的认知 这使我想起我以前附中的一个老师他说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他说你肯定有你喜欢的艺术家跟不喜欢的艺术家吗 有你喜欢的风格和不喜欢的风格 比如你喜欢梵高可能就不一定喜欢古典主义吧 这个打个比方 那个老师就说 你要反而要研究你的不喜欢的这个艺术家 你要多看你不喜欢的 那个往往是你个人的一个知识的盲点 所以你要从中去找出 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好在哪里 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我非常同意 这个老师非常的有水平 其实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学习艺术 我们说的是学习艺术 在学习艺术当中我们注意哪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每个人都有趣 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有不喜欢 一个聪明的老师 在今天艺术多样化的情况下 其实一个聪明的老师 最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 更多的样本 更多的案例 更多的作品 然后在当中去看看学生跟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产生对应 产生交流 产生不同 从而来确认自己可能的趣味的发展 但同时也就一定意味着有 不好 那么 我觉得这个老师非常好讲的 非常精彩 就是说 如果你认真学习艺术的话 我前面也说过了 他首先是一门知识 那么 你既要把握你所喜欢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更要 更加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研究 那为什么你不喜欢那个 比如说毕加索 就曾经强烈地说过 今天的艺术 最重要的是 缺乏热情 所以 我们要拥抱樊高 要排斥 拒绝蒙登临安 当然蒙登临安也是伟大的一出者 帆高也是伟大的印象 那为什么毕加索这样说呢 不能说毕加索说的就是真理 但是 他就很明确说出了一个趣味 他所喜欢的趣味和不喜欢的趣味的差别 他喜欢的边界 狂热的 这个情绪化的 而不喜欢冷静的 这个硬边的 是吧 极简的 那么 我们 我们一方面看到毕加索的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要研究一下 究竟蒙登临安和樊高 他们的重大区别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分别影响了不同的人和导致不同的方向 当极简 当硬边 当理性占上风的时候 毕加索就属于落伍 的确50年代以后 从 艺术潮的人来讲 毕加索当然是落伍了 当然他成为一个伟大美丽强的环节 他也没有什么 更加令人激动的 这个开宗立派的创造 他最主要的创造是立体主义 那反过来 这反映在毕加索的态度 其实每个艺术家都一定有态度 但是 有态度的同时 我们首先还是把艺术家的身份知识 来了解其中的差距 因为去月的变化非常复杂 也非常有趣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副董老师 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 我非常同意他的东西